一个念头 不但自己身心有起变化 整个宇宙都起变化 变化了 非常威胁 你自己有的时候能够纠察到 有的时候纠察不到 无论是对自己对环境 现在这个地球上 许许多都在变 怎么来的 念头来的 意念来的 现在科学家对这门东西非常有兴趣 他们在研究 真搞清楚搞明白了 对于什么 对于治疗疾病有很大的办法 那就开了一个新的机缘了 可以不必用药 能把所有一切的毛病都能治好 那么对外 不但地球上这些变化 有办法 对之 乃至 星球在太空当中运行 有时候轨道偏离一点 念头都可以帮助他修正 这都是事实 这个能力从哪来 那是你自己的本能 不是从外头来的 我们现在这些能力射掉了 为什么射掉了 迷失了自己 诸佛菩萨是觉悟了 我们是迷了 诸佛菩萨跟我们没有两样 是一样的 他是觉而不迷 我们是迷而不觉 问题就是自己 我们今天念的是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这里就是双重意思 一个是自己的功夫 一个是佛的力量加持你 阿弥陀佛帮助你 阿弥陀佛确实有这个人 极乐世界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星系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 在我们这个世界的西面 不是地球的西面 这个世界是个大世界 叫缩破世界是个大世界 这个大世界如果用银河系来说 它有多少个银河系呢 有十万亿个银河系 十万亿个银河系 这样大的一个世界 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 叫缩破世界 在这个大世界的西面 距离多远呢 距离当中有十万亿个佛国度 那么就像这样的大世界 有十万亿个 那一边是极乐世界 说起来这个距离太远太远了 如果你想去的时候 就一念就到了 为什么 华言经里头 先手过思做的还原观 在这篇论文里面 他告诉我 自信 有三种 无比殊胜的 第一个就是一念 我们将起信都念一念 念头才动 这个波 就周边发解了 等于说我们在那里发誓 发誓这个信号 变法界虚空界 给你前头讲的 无论是宏观世界 还是微观世界 全部都收到 一念才起 全部都收到 所以你了解这个四世真相 我们的念头 无论是善念是恶虑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这个波动现象周边是相同的 都是周边发解 第二个接触 可以同时发生的 出身无尽 这个出身 这就变化 所以一个念头 不但自己身心有起变化 整个宇宙都起变化 变化了 非常威胁 你自己有的时候能够觉察到 有的时候觉察不到 无论是对自己 对环境 现在这个地球上 许许多都在变 怎么来的 念头来的 意念来的 现在科学家 对于这门东西 非常有兴趣 他们在研究 真搞清楚 搞明白了 对于什么 对于治疗疾病 有很大的办法 那就开了个新的机缘了 可以不必要用 不必用药物 能把所有一切的毛病 都能治好 那么对外 不但地球上这些变化 有办法 对治 乃至 星球在太空当中运行 有时候 轨道偏离一点 念头都可以帮助他修正 这都是事实 这个能力从哪来 是你自己的本能 不是从外头来的 我们现在这些能力 设掉了 为什么设掉了 迷失了自己 诸佛菩萨是觉悟了 我们是迷了 诸佛菩萨跟我们没有两样 是一样的 他是觉而不迷 我们是迷而不觉 问题就是自己 随佛法的教训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帮助我们破灭 开悟 你天天学习 慢慢慢慢就就明白了 明白了 自己在这个世间 才能做独宰 那你才得自在 问题不是别人帮你解决 自己解决 所以佛跟我们的关系 是私生关系 他是老师 他把这些 事实真相告诉我们 那如何来处理 这些事实真相 与我们最有利的 这是我们个人的事情 这不是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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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祢 陀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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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